号召农民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 哄骗农民去贡献 去牺牲 所以我一直在说 中共在1949年建立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是由中共牵头 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么一个新民族主义的国家 中共引力了自己的观点 换取了农村的基本盘 城市的工人阶级 绝大多数知识阶层的稳定 利用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成果忽悠农民 利用德先生赛先生来忽悠知识阶层 利用新政府会实行美式民主来忽悠国际社会 借着抗战之后的国弱兵痞 人心私定的党口 掘取了政权 现在回头望过去已经68年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能够夺取政权 根本的原因 还是他们确实有一支有信仰 有上进心的力量 他们不同于中原大战 什么梁广 梁广事变 他们不是要夺取中央的名分 而是踏踏实实的想改天换地 国际公运呢 这个时候正是最辉煌的时候 全球出现了14个社会主义国家 另外还有50多个 自己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这花样头还挺多 你比如什么国大党社会主义啊 纲领社会主义啊 缅甸式社会主义啊 还有什么 基督教社会主义 佛教社会主义 伊斯兰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 这没办法说了 50多个国家 自称他自己也是社会主义的 全球当时一共只有200个国家 是吧 联合国认定的可能190几个 14个社会主义国家 50多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 也就意味着 在20世纪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一种浪草 在中国 有很多人 向往着一个 没有压迫自由民主的 一个新社会的建立 因为我们看得到 去除这个 封建王朝的这个专制 30多名 然后国共列战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 国民党派出的这个官员 在基尔州的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的腐败 包括我们看到的 金元圈的崩溃 励志败坏 经济崩溃 人们总想 看到有没有一股 新鲜的政治力量 能够改变中共 中共借着这么一个势 获取了政权 可惜啊 这个好日子已经结束了 我们经常说 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五个 中朝约古老 其实只有四个 朝鲜已经不跟我玩了 他自己已经宣布 放弃了 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政权 在朝鲜 已经终结了 他们现在实行的叫什么呢 叫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很奇怪 但是人家确实放弃这个 马列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 不再跟你玩这个 共产主义政权了 这一点是事实 当时中共 即便没有一个毛泽东 也会出现一个周泽东 李泽东 中共获取政权 不是突然 他是有他的社会基础 我们再看看 现在我们这一页领导人 习近平呢 是一个预谋 再速辉煌的 这么一个旗帜鲜明的 要走中国特色 之后就到了 四个人都知道 习近平是赢在金子上的 据说他是八老之后 就这个八老还是有水分的 他是一个体股 原本八老中间 他是邓小平 陈云 彭真 薄一波 杨尚坤 李先念 邓颖超 王震 这个李先念 邓颖超 王震 死了以后 八老 又换了三个人 其中添加了 宋任琼 万两 习中勋 习中勋是最鬼 习中勋这个人呢 在八老里面 能够占个位子 主要还是仰仗的刘志丹 没有三北这块根据地 也就没有习中勋 后来在党内的地位 建国以后论资排位 给他担任一个副总理 没过几天就把他打成右派了 给他关起来 装疯卖傻 好不容易 混过了文革 进了八老这个圈子以后 他跟邓小平的意见 又不一致 邓小平一巴掌 给他扇沟里去了 好不容易 他又熬过了邓小平的一眼 他 就这个人的这个 历史也很搞笑的 因为习中勋他起家 是靠什么呢 靠一个两当兵变 应该说两当兵变呢 还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当时陕西派了好几个共产党员 打入到这个队伍中间去 1929年 到1930年 一共派了三个 叫李特森 李炳荣 最后一个是习中勋 派到哪呢 派到这个杨虎城的 第十七路军 第三旅 二团 一营 去当兵 去搞这个 兵运工作 一直到 1932年 习中勋他们 趁部队换防的时候 在两当组织发动的 两当兵变 二百个人 被改编为 空龙红军 散干游击队的 第五支队 许天杰 担任支队长 习中勋 担任这个 队委书记 后来这个支队呢 在永塑 越狱寺 被土匪 王杰的 包围 并打散 没错 辛苦了二年半 龙共 裹挟了 二百套人枪 遇上土匪 立马就被打散了 就这么个东西 由于照顾 各个山头的 这个 利益的需要 所以 中共建立政权以后 好歹 也给他留了个位置 你散北 毕竟是根据地嘛 红军 长征 从1934年 跑到这个 1935年 跑来跑去 跑到散北来了 在散北 发扬 这个 发展壮大 最后 获得国家政权 你如果说 散北的领导人 一个都没有 可能也不合适 所以就这么回事 习中军这个人呢 经历过的事 比较多 你不管毛泽东也好 邓小平也好 都给他吃各路口 所以他 晚年的时候呢 遣散子女 各奔东西 就留了这么一个 胡罗巴基的二小子 算是耗尽人脉 舔着老脸 费尼巴拉的 把他拔着到 这个正部级 老习一蹬腿 驾鹤西去 习近平的上台呢 据说是源自于 一次中央党校的 这个表决 其实整个国际公运 在世界上 算是日薄西山 在中国也算是 走到了末路 我们不敢说 走到尽头 最起码已经走上末路 整个这个国际公运 它从这个暴力夺取政权 到树立威权 抢夺领导权 真当核心 最后发展到 没人愿意去当核心 最后找个笑料 推到前台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差最后一步 落下红旗了 美国国家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2011年9月份 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布鲁斯吉利写的 这个文章的主旨有两点 一 习近平的崛起 意味着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 告一段落了 取而代之的 是那种中共建政初期的斗争 第二点是 习近平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 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而处理国内问题的时候 他更倾向于动用警察 来解决社会问题 可见明白人并不是没有 是吧 我们经常看到海外一些人 像大仙一样的去猜谜 在那忙着忽悠 说习近平要搞集权 搞完集权以后 他会带领中共 带领中国走向民主 会搞民主转型 其实习近平从来就没有独打过 他一直在试 估计还在试 能不能成功 要看两会 也就两个月的事 他现在面临的情况相当困难 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 数据是死的 不是说你成立几个小组 深化经济改革 你就能成有成效了 各个三头 拉帮结派的 哪一家 攀的钱也不少 你让他们吐出来是不可能的 那你怎么办 民主转型 中共的执政地位就没有了 习近平要的是 永久执政 这条路他不回去 那么要是压制 国内的这些官员 彻彻底底地搞一次反腐 是不是能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能有这么大的权威 到目前为止 看不清 三月份的两会 应该是一个亮点 在两会的前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 中国具体的走向还要看 现在才是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这样看 有很多人说中国强大的 其实中国 到目前为止 工业化的进程 并不是很顺利 我们不说工业品怎么样 质量怎么样 我们就谈最简单的一点 你贴上应该有一套导航系统 现在全世界一共有四套 中国搞的是北斗 是吧 美国的GPS 欧洲搞了一个加利率 苏联自己搞了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北斗 2012年就可以用了 2018年 据说能够覆盖一带一路国家 到2020年 才能够覆盖全球 听话听音嘛 2020年 也就意味着 现在北斗 还不能在全球 翻面类被使用 如果中国现在和美国交恶 GPS不给你用 你满世界跑的这些游轮 我们不谈军舰 我们就谈游轮 货轮 飞机 怎么办 抓个楼盘 在天上飞 可能吗 你要是换俄罗斯的这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我们不谈北基雄要价会怎么样 1982年开始 这套系统 它从来就没有重视过民用市场 而且1991年 苏联解体的时候 它还曾经崩溃过 俄罗斯好不容易接上去 自己用还不敢烫呢 所以这条路肯定走不通 习近平上岗之前 有一段谈话很出名 就是在墨西哥的一个讲话 有当事人回忆 说他当时在接待的这个宴会上 喝了酒了 可能是酒后吐真言 他说了三句话 所以有些人吃饱了 真的没事干了 外国人对我们说三道四的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穷 三不输出折腾你们 你们还有什么合数的 结拜以后呢 说出去的话 四个人就能打他脸 有这么一个消息 所以习近平访问印度 在印度接待他的国业 开席之前二十分钟 中国的边防军越界了 越过中印边界线 去干什么呢 去修路 印度人当时都傻了 他们在想我们在干啥 我们在接待一个流亡的国家领导人 人家很惊讶 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事 完了以后习近平回来 通过这个解放军报 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切行动要听从号内 这个笑话流传的范围不广 去年的笑话 我们是很真切的看 习近平跑到这个宣传口去视察 央视打出了一个标语 叫央视信党 过了没多久 我们看到一个人跳出来 叫啥呢 任志强 按他说的那个话 你要把它翻译过来就是 不对 姓王 挺可笑吧 其实你联系一下 这个杂音早就有了 这几年一直在搞文革的这一套 上面有风声 下面拍马屁 喊这个习赫心 还是法官比较实诚 不太会拐弯 说了一句 要敢于向西方的这个司法独立 等错误思潮亮剑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想干啥 现在在造神 在造舆论 有了全民批判的这个风险呢 就暂停一下 苗头不对呢 就缩回去 习近平心有所想 有心人就会跳出来 加把子才 一步一步一步的 我们正在退向文革 你看看 十九大成立的这套班 其实他已经做好了 闭关锁国的一切准备 李克强 是稳定台面 汪洋 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他的夫妻了 堆类高压 收集类情的 是栗赞苏 稳定官场 是赵乐际 这个赵乐际 他原来是组织部部长 现在担任中纪委书记 最起码 他给这五年 提拔的这些省部级官员 吃了一颗定情丸 你们都是我提拔上来的 没什么特别的事 不参除罪 不会收拾你们 是不是 要不然自己打自己脸吧 韩正 一年来718晃 甚至还传说他提出过辞职 现在也略过去不提了 把他当作一个经济冷审 王沪林担任的位置 相当于会议教父 苏联的那个苏斯洛 这么一个位置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都不是主管宣传 他是要创造一套 能够维系 中共继续统治的 这么一个思想体系 这个工作是很难完成的 最近这三代领导人 提出来的口号 其实都是他编出来的 从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到现在的中国梦 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什么 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就你看看这个话 通常意义上 你首先得忠于人民 忠于祖国 然后你才能谈到 你忠于哪一个党派 我们这儿不是 从中共建政以后 这个口号 一直是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这个秩序始终没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 在抽查这个 背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 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提出来 洗洗澡 招招敬的 阵阵一关 其实呢 一步一步的 我们现在就在靠近 这个三反五反 镇压历史反革命 文革 一步一步的在往回走 现在这个政体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 七千万的这个公务员队伍 我们现在知道 党员是九千万 吃财政饭的 大概是七千万 那么你想搞改革 怎么改呢 触动这么多人的利益 它是改不了的 你看清朝 满族曾经试过一次改革 比现在他们搞得还要彻底 人家同时还搞了 领导干部年轻化 黄族内阁的成员 二十多岁就能当部长 你现在今天 你想去改 唯一的办法 就是先革命再改革 重新洗牌 可惜我们看不到 习近平有这个魄力 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 光是一个三胖 他就对付不了了 更别说跟川普 去玩这个all in了 是吧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选择的是 拉手 对付刁民 拔着一些 他认为的英才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 再次辉煌派 在党内 其实是不在优势 坚定策离派 比比皆是 往年的这个一号 好歹还有几位 仁臣 来帮衬一下 习近平憋屈极了 只能跑回家 找亲友团 开党杀组会 姐姐弟弟 又是澳大利亚 又是加拿大 又是美国的 没有一个是中国公民 有些人还在宣传 说习近平的大姐 在家里面带头 组织他们学习 我就想搞清楚了 在搞啥呢 新版的共产国际吗 你加拿大公民 澳大利亚公民 你在中国开党小组会 这是什么党 加拿大共产党 宣传权能够得以维持 并不是习近平多么英明 甚至也不在于 这个人臣干才的多寡 你冲着蔡奇之流 这帮的姓劲的 只能减分 国内撤离的这些官员 这些权贵人 需要一个看守政府 留下来为他们挡枪 国外的富豪 都指着李克强提出来的 把医疗做成新型的产业支柱 说白了一句话 就等着你零售新咖啡 来续命 最最重要 美国政府 正在重启制造业 布局还没有完成 全球制造业 在撤离中国的过程中间 新培养的替代国 它的产能还不足以 弥补中国出现 动乱之后的缺口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说 革命呢 不会很迅疾的到来 我们无法预测 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它肯定 会出现爆燃点 继而延烧全国 我们可以这样想 未来中国即便是一个大一统 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联邦制的大一统 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 一百多年前 由汉成掩面而起 恨不能找死 这是看见亲王的人 预计到清朝的灭亡 不可阻止了 那么将近七十年前 毛泽东和黄炎培 有一段著名的谈话 就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周期律的这个谈话 很多相信这段谈话的人 现在可能也有此心 现在我们知道的 这个乌坎 烙了很多年 乌坎是海陆丰地区 中共兴起的时候 海陆丰出了一个名人 叫澎湃 他把自己家的田 把自己家的田 分给农民的同时 把地气都烧了 当地的农民 高呼 彭皇令 最后他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 被国民政府枪毙 中共建国前不久吧 有一个很著名的烈士 叫江姐 这个人 他走向刑场的时候 他能想到中国有今天吗 当然他也想不到 他的儿子是公派的留学生 留学美国以后 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 我相信 曾经牺牲掉的这些 愿意为共产主义 在中国实现 让中国能够有天翻地覆变化的 这些热血青年 他们肯定想不到 现在的共产党人 除了共产主义 啥都行 我相信 我相信像夏明汉 方志明 这些用暴力手段 预备改变这个中国的 他们绝没有想到 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 徐旧白 是一个知识分子 担任过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死的时候 剖析了 他一生 为之奉献的 这个共产主义 很真实地 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 他的心路历程 我相信 他绝没有想到 中共最后也能 走到这么一天 应该是为全民谋福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